林心如最近可以说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自周节正面澄清以后 林心如就黑料不断 可以说是日常上一波热搜 慈善巴沙晚宴被爆出一分钱不缺后 可以说是彻底洗不白了 被网友挖出无数的黑历史 受社会舆论的压力 经期被爆出疑似患抑郁症 在早前经纪人就爆料过 林心如因为娱乐圈竞争太激烈 担心自己有一天会被淘汰 心理压力太大而患抑郁症 而如今代言的全部被取消 损失惨重 在拍的我的男孩还没有杀青 就感觉已经被社会舆论扼杀在摇篮里了 现在的她无疑是被大家淘汰 现经纪人又称林心如受社会舆论压力过大 疑似抑郁症又复发了 并说她一直都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女人 希望人们不要再伤害她了 她是一个人美心善的人 还是大家喜欢的那个紫薇哥哥 不过这次有网友表示 林心如又在装可怜了 这是她惯用的手段 还有网友表示 这依然是炒作 大多数网友都不会买单 估计怀疑正是大多数网友都想看到的吧